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 7月初也将到上海来出席双城论坛 那民进党的主席卓荣泰表示 不会恶意攻击他 柯文哲毫不领情回应称 民进党只会放狗咬人 虽然一直被抹红 7月4号将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仍然认为 两岸不能完全不交流 两边完全没有正式的沟通管道 我认为也不是办法人 所以好歹还是要留下一个交流的管道 尽管柯文哲一直没有松口参选2020 却一直都是蓝绿两党民调关注的焦点 对于民间党主席卓荣泰表示 将不会恶意攻击他 柯文哲不领情 所以放狗咬人 他们怎么会被自己来咬 放狗还好 放老虎很麻烦 最新民调显示 在蓝绿白三方禁逐的状况下 柯文哲选情不乐观 柯阵营的内部民调也显示 如果蔡英文与赖清德组合参选 将会是最强组合 明年选举将被计划为蓝绿对决 柯文哲可能会遭遇蓝绿夹击 气宝迎面大幅缩小 柯文哲恐怕就不会参选 民调是这样 就当时 所以我发现 所以为什么不太喜欢看民调 因为你隔一个月再看 完全都变化了 所以为什么不喜欢浪费力气 外界分析 除非蓝绿内部都出现分裂 柯文哲参选才会有赢的可能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